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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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总统的邀请在下星期一至三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中俄元首会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两国元首下星期一在莫斯科先举行非正式五言和一对一对话 到了下星期二举行回谈 之后发表声明 俄方又说双方将会签署一系列重要文件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接受内地环球时报等传媒访问 他说今年正值是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中俄去年货物贸易额实现大约1902亿美元的历史突破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持续优化 预料中俄贸易将会再创新高 他强调中俄两国走出大国战略互信之道 两国关系不受第三方干扰 更加不受第三方脅逼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 中俄关系越应该稳步向前 除了双边合作 外界亦都关注中俄元首会不会讨论俄乌局势 中国上个月发布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提出12点立场 包括俄乌要停火指战和启动和谈等等 克里姆林宫就说 俄中元首将会讨论包括国际舞台形势在内 最关键和最敏感的问题 亦都赞赏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稳重和平衡立场 中方的主张归结为一句话 就是劝和促谈 我们始终认为 政治对话是解决冲突争端的唯一出路 拱火地刀单边制裁极限施压 只会激化矛盾加剧紧张 不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期待 这次是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会议 连任国家主席之后第一次外访 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 习近平会晤普京之后 可能和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以视像通话 如果属实的话 会是俄乌战士以来的第一次对话 俄罗斯有专家分析说 中国早前成功调解中东问题 习近平此行可能是中国调解乌克兰危机的下一步 又说北京正积极充当国际关系的调解人 愿意促进不同地区的和平进展 母纤电视记者朱少林不得 俄乌战士持续之制 北约两个成员国斯洛弗克和波兰 计划向波克兰提供战机 俄罗斯就警告会摧毁欧洲 运去波克兰的所有战机 北约成员国之一的斯洛弗克总理 克格尔在星期五宣布 将会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架 苏联时期的米格29战机 以及防空系统 克格尔认为乌方获得战机 有助保护民众免受炮轰 据报在去年夏季 米格29战机已经在斯洛弗克退役 部分更加无法正常运作 当局将赴运可飞行的战机 如下当作后备零件 波兰总统杜达较早时也决定向乌克兰赴运 首批共4架米格29战机 杜达说这批战机即将退役 不过性能仍然良好 白宫就重申 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机 克里姆林工就警告 在俄军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期间 欧洲供应给乌克兰的所有战机都会被摧毁 又说这些国家似乎在处理自己不要的旧设备 即使乌克兰获得额外战机 对俄乌局势都不会够成影响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早前表明 外国向基辅提供武器是玩火 俄方会视为是合法打击目标 国防部也都说 会加紧训练坦克操作员 决心摧毁在乌克兰境内的北约坦克 包括德国提供的炮营坦克 英国的挑战者乌坦克等 无线迪斯记者陈卫生报道 行政长官尼卡超总结北京行程当时 说国务院港澳办 升格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是要进一步加强中央对香港工作的领导 强调中央为香港好 为市民好 中央宣布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升格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港澳办 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访经行程 说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央决定 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进一步加强中央对香港工作的领导 特区政府和中央有关部位 沟通也将会更加畅信 中央从来都是为香港好 从来都是为香港市民好 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是会强化了在这方面的工作领导 强化了领导当然在很多方面的一些措施 或者决定是会更有效 在这个制度之下 我和内地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之下 的沟通会更加畅信 被问到房经期间 部位领导有没有提及特区政府 需要尽快就基本法23条立法 李家超重申 特区政府正是研究其他国家地区 有关国家安全法律 希望23条条文 能够应付将来不同的国安风险 现在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 所带来的可能风险 也会千变万化 所以我要确保23条条文 足以应付 我们可以评估到的不同风险 23条立法是要尽快立的 包括在基本法里面 我要履行限制责任 也都在香港国安法里面 强调了要尽快立法的 也都在不同的中央会议里面 提及我们必须尽快去履行这个责任的 李家超又提到 7日访经之行 带同8位局长拜访11个中央部位和机构 感谢对方一直支持香港特区 说各部位讨论问题的时候积极 双方增加沟通并建立良好合作基础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布布导 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 将会提早半年检视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 包括考虑扩大院校范围 行政长官李家超北京之行 同10间高校一共21位香港学生佐谈 他提到去年年底推出 《抢人才》的高财通计划 原定一年之后检视会提早进行 有鉴于整个计划推出 不到三个月以来的热烈反应 我已经指示县话部门 在今年年中进行中期检讨 其中我们将积极考虑 在现在全球百强大学名单以下 加入更多优秀学校 无论是海外和内地 我相信会有更多内地的重点 学服在我们考虑激烈 有港生就分享 在香港警队的实习经验获益良多 希望毕业之后能够回到香港加入 特区政府为大家服务 欢迎你 热烈地欢迎你 有人就希望从事中医药行业 我们都将有幸把一切所学 贡献于中医药 希望下一次呢 我看到你的时候呢 你跟我把把卖 北京市官员在活动上面又说 已经收到十几个香港社团的申请 今年内会组织大约2000个青少年 来北京参观 李家超下午拜访中国人民银行 同行长易刚会面 就深化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香港债券市场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深入探讨 李家超又到访中证监 主席易会满亲自迎接 无视电视驻北京记者陈聪康报道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一些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下跌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曾经跌接近500点 道指报31,834点 跌414点 表迫500指数 报3,915点 跌44点 市场仍然担心银行业危机恶化 美股受压 开始导致跌29点 之后跌势加剧 上周后段跌498点 跌1.5%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下跌 其中金融股 房地产股和工业股的表现比较差 获多间大银行 救助的第一共和银行 暂停派发股息 公司股价急跌超过两成半 转发其他消息 政府建议修例 限制海外律师参与港区国安法案件 大律师公会关注 哪些案件涉及国安元素 要立入规管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表明 修例没有追溯力 但之前的案件会有其他适合的应对方式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为他的港区国安法案件抗辩 获终审法院批准引起争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后释法 由港府处理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能不能够参与国安法的案件 政府最终提出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 只要涉及国安的案件 法庭决定是不是接纳那个海外律师之前 先要拿到特首的证明书 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第一次讨论修订 有议员和大律师公会关注 涵盖的案件范围 期望当局清晰定义 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 不只是刑事 甚至可能是民事案件 甚至可能牵涉到司法覆核的案件 令到国家安全 包括那时来说的16项 有没有需要那么大呢 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那些决定可能又会受到法律挑战 所以我们那个 理定的适合范围的时候 是不能够太狭窄 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遗留着 会上继续有个别议员质疑 为什么不一刀切禁止海外律师 参与国安案件 香港国安法是用中文写成的 并没有正式的法定英文版本 司长会不会同意海外大律师 根本就不适合做国安法案件的代表律师 林定国就说特首批准海外律师参与 必定是例外中的例外 而逐个申请处理更加符合人大的释法 至于政府最新建议 就算申请已经获准 如果期间情况有变 例如突然有国安风险 当局可以改变之前的决定 部分议员关注会不会影响现有的案件 覆核机制是不会同样是不会適用于立法修订生效之前 已经提出了或者被法院处理的一些申请 即使是一些处理了的案件里面是涉及国安风险的话 我们都不会是透过今次的修例来处理 也都当然不排除有其他合适的方法去处理 他会后再被追问何谓合适的方法 以及如何处理黎智一案 他就说案件已经进入法律程序 不适宜评论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 有望间接下降低强积金和证费的积金议平台 因为软件开发制后 预计要延迟8个月完成 词金局对承办商电信型科企业表示非常不满 为减省强积金行政费 词金局设立积金议平台 预计2025年推行 系统去年年底需要完成开发 但是承办商电信型科企业说人手不足 导致软件开发制后 整个系统开发需要延至今年第4季 即延迟8个月 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讨论的时候 资金局说承办商工作进度已经有改善 对承办商的言认 我们是表示非常不满和违陷的 近期的观察和监督的工作 我们看到承办商工作的进度是有改善的 而它亦都是增拼了人手的 相关你们之前一直的跟进都没有疏忽过的 亦都肯定很积极 但依然是这样的结果 那有些手段去承计它 刑科都是大公司来的 我们亦都已经向承办商发出口图及书面的警告 如果它真是个系统 是不可以按照我们合同的协议 按时交付的话 我们会包括向承办商申索选定损害赔偿 由议员就关注积金局如何加强监督 怎样可以做到真的七成二十四监督 是否会派人坐在电信营科旁边看着他做呢 不单止是我们派人去他们那里 如果他有哪个部分呢 譬如作得我们觉得是特别有问题呢 我们会邀请他们那个团队去到我们的办公室 亦都要求他们高层自己亲自增加他们对项目的投入 资金局对平台在2025年全面运作审慎乐观 同年亦都可以取消强资金对冲机制 又说即使要求承办商追赶进度 都不会放弃质素 会聘请独立专业顾问做测试 母纤约事记者一流进入报道 内地发现第一宗同时感染两种Omicron变异半毒株的病例 国家疾控中心最新公布的周报显示 重庆一个患者去年年底出现病征 去到上个月12日 进行近10次核酸检测都呈阳性 研究人员先后两次採集他的上呼吸道样本 经特变位点分析显示 患者同时感染B.5.2.48和BF.7.14 亦都是重庆主流的两大病毒株 英国由下个月5日开始 不再要求来自中国内地的旅客 在离境之前出示新军病毒检测阴成证明 老头社报道 英国卫生安全局也都会取消 中国内地抵达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旅客 采取自愿入境检测措施 应放话考虑到中国分享更多资讯 关于新军病毒检测疫苗接种和基因组测序结果 认为中方就应对本土疫情方面加强透明度 所以取消相关措施 欢迎收睇无线财经快讯 我是王善河 美国股市下跌 标准普议500指数和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超过1% 道指报31767点跌4880点 标普500指数报3907点跌52点 市场仍然担心银行业危机恶化 美股售额 开始道指跌29点 之后跌细加剧 上周后段跌498点 跌1.5% 主要股份类别全部下跌 其中金融股、房地产股和工业股价表现比较差 博多间大银行 救助家第一共和银行 暂停派发股息 公司股价急跌超过2成半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 受到银行业危机影响下跌 其中德国和法国股市跌超过1% 英国股市跌至去年12月中以来最低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74点 法国Cat指数跌100点 德国Dex指数跌198点 美国消费信心连升三个月之后 由去年1月以来最高回落 消费者的短期通货膨胀预测 下降到差不多两年以来最低 密歇根大学消费情绪指数 今个月下跌3.6点 跌至63.4 跌幅是去年6月以来最大 市场就与其无升跌 消费者的短期通胀预测下降 未来一年通胀预测 由2月份的4.1%跌至3.8% 在前年4月以来最低 长期通胀预测 去年12月至今年2月保持平均之后 今个月下跌 未来五年通胀预测 由2.9%跌至2.8% 在去年9月以来最低 美国经济资商会 领先经济指标持续下跌 领先经济指标 以月跌0.3% 在年续第11个月下跌 跌幅和一月相同 符合市场预期 经济资商会说 领先指标仍然显示 美国经济今年有陷入衰退的风险 又说2月份指标并未反映 近日银行业风暴 假如风暴持续指标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埃乔房积去年有迎创规 接近16亿元人民币 收入升2% 增至近166亿元人民币 公司说去年受到地缘政治 和国际贸易磨擦影响 加上商品价格上涨 房积业面对颇大压力 但今年在内地政府各项提振经济的政策之下 房积行业有望逐步复苏 多谢收看无线财经发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涉及2,100个单位 其次是牛头角彩兴路 和近轻铁青虫站的屯门3A区 而提供过万个单位的启德细运度 要到2026年第一季才完成第一期兴建 计划公布初期一度引起争议 政府在会上形容事在必行 挑战是困难的 是巨大的 但我们没有选择不做 没有选择让这些居民继续等多一会儿 等够10年以内的公屋供应是足够的 多名议员表明之前 大关注造价等问题 既然你这次的撥款是包括了拆的 包括了拆的 你能不能够将那个名势做出来呢 告诉我们其实你拆的费用里面 一百多亿里面有多少是拆的费用 那如果我们将将来七年后 如何去搬这箱 如何去拆这箱的情况 是很多未知之数 南昌街的过渡性房屋項目 那些原件 组装合成的原件 在它用完之后 就是一个个掉运走 那其实那个选耗 现在我们看到是很低的 我们估计有95%的商 都是可以这样重用的 如果真的去到跨区工作的话 其实它可能你去到 你说的那些地区 元朗甚至去到 錦秀花园隔离那些 其实它们的交通开支会大增 寧愿不去 港岛区80多尺 就是它告诉我 它在交7千元租 如果它将来住新界的简约公屋 它是交780元做 是7千元和780元的分别 省到的钱 它不单止可以外来做交通费 它甚至是子女的教育 它自己的身体的条理 它自己的家庭的筹筏 都是可以很不一样 之前在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 就项目唯一投棄权票的杨永杰 就说会继续关注啟德行目的交通配套 能不能够承受 无线电视记者 李游昆布道 午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的时候 多个议员批评加福不合理 政府说会做好把关 多个政党趁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开会之前 去到政府总部请愿 不认同巴士公司在经济复苏的时候要加价 多间巴士公司代表在会上解释 疫情加剧营运困难 多个议员不认同 你将在疫情之中大受打击多少数字 拿出来 小市民说 那我损失了这些 是不是可以现在 叫老板给多些加工我 让我追回疫情中的损失呢 巴士是很多基层打工仔 上工代步的必需品 你不像吃饭那些 你这家贵一些 另外一家便宜一些 其实是找不到其他选择的 巴士是要硬吃的 未有一个定案的 就不是想着 一定是远峰不动地上 我们是会做我们自己的把关工作 有议员认为都要考虑 巴士公司能不能够持续营运 在铁路系统不断扩张的情况之下 乘客量自然又不断下降 而成本又不断上升的情况之下 就自然营运困难呢 那不调整收费又何以可以生存下去呢 应该有发觉和通胀的一半 挂钩的自动机势每一年 是不是 那如果你发觉它的财务不行呢 你们政府就透过港帖的股息 補贴它 真的要想清楚是否这样做 如果单纯以通胀作为一个指标的话 其实有可能是令到巴士公司 未必有效地应对到它其他的 营运成本的上升 也都有议员建议巴士公司 增加非票务收益 例如容许在总站加设便利店卖东西 政府说一直持开放态度 会看下怎样配合 《无线电视机写》 李游昆布导 政府公布特首顾问团成员名单 委任34人 詳实主席李泽巨 行会前召集人陈志斯等 栽度获委任 绘系经济、创新和环球协作领域 向特首提供意见 顾问团由行政长官尼家超担任主席 成员有34个人 与上届政府类似的顾问团比较 人数少一个 当中16个人与上届政府一样 包括长实主席李泽巨 也有九仓前主席吴光正 他们在今届政府的顾问团 属于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小组 同组的还有新加入价信和主席王志祥等等 另一个小组是创新与创业 成员最多有12人 大部分都是新上榜 包括送货平台LaLaMove创办人周胜福 上汤科技创始人汤晓欧 港区人大代表科大校长叶玉鱼 和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之一蔡崇信 最后一个小组涉及区域与环球协作 包括新加入的贸法局主席林建岳 行会前召集人陈志思 同组的还有三个司长 和特首政策组组组长王元山等等 政府说顾问团是高层次咨询组织 会就香港策略性发展向特首提供意见 任期即时生效到2025年6月30日 长实主席李泽巨说对获委任感到荣幸 又说香港政策逆后重新向世界出发的重要时刻 希望运用集团在全球多地营商经验协助香港 母线电视记者蓝军瑞报道 财政司司长陈某波和150个本岗学生 以及在职青年交流财政预算案措施 11间中学的学生和多个大学生 以及在职青年和财政司司长陈某波 谈了大约一个半钟 讨论本港经济复苏、培育人才、青年发展 以及大温区等的议题 线后有24个青年发问 有众学生关注 财政预算案再派消费券的效用 有市民对消费券的效益是有存疑的 我想请问你 是否觉得派发现金会比派发消费券更有效 帮助各个阶层的人士 特别是基层的人士 会否考虑一下 扩阔一下消费券去其他年龄层 例如我们中学生 可能真的会拿来消费 带动到经济 而不是拿来帮补日常费用 消费券使用的范围 毕竟在社会里面 大家在不同的处境 有些人艰难些 有些人略为好些 帮一帮市民之外 亦希望拉到经济 因为当经济是蓬勃的时候 大家就容易找工些 发消费券的公共财政负担都比较大些 所以我们始终都要画一条线 就画在18岁或以上 同学们都有2,500元开学津贴的 并求港队出赛 郭哥被播成和港独示威有关年的歌曲 港协企奥委会说 要求香港兵协最时下星期一再交补补报告 否则就按现有证据决定下一步行动 据了解港协企奥委会接驳冰球队领队 冰球港队上个月底参加国际赛事 播放国歌出错事件 发生至今近三个星期 港协企奥委会说 香港兵协早前提交的调查报告 未能够厘清移民 包括有没有案子引以硬件形式 曾交国歌给主办机构 并且获对方书面回复 强调这个不是港方独有 而是所有国际大营赛事的惯例 各主办机构也重视相关程序 问题是香港兵协有没有向对方提出 又说今次事件 并不是不满涉事领队和运动员 而是香港兵协的管理层 曾经向对方提出一下 星期四或之前会面 但至今未有回复 又说事发之后 香港兵协没有像之前其他总会 出事之后积极跟进 批评对方未有重视事件 港协企奥委会说 妥善处理国旗 国歌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如果做错应该承认疏忽 而不是避而不答 要求香港兵协 最迟下星期一再交补充报告 否则会召开董事局会议 考虑下一步行动 对于会不会懲处 港协企奥委会说 要先掌握事实 再交给政府考虑 至于国际兵协总会 至今仍未就事件 按港方要求呈交报告 港协企奥委会说 会继续跟进 母亲事记者 刘企奥委会 据了解 港协企奥委会接驳 冰球队令队 关远仪说会回复 但对方未有说明 是会回应问题 交报告或者会面 至今兵协管理层 未正式回应 港协企奥委会 而关远仪说 下个星期一 会就播放国歌出错事件 向港协提交完整报告 下个星期四 亦都会跟港协会面 又说港协公开指责兵协 未有回应 令到公众产生误会 以为兵协不合作 对此表示遗憾 强调兵协全力配合港协要求 所有报告在限期之前提交 南韩总统运石月访问 东京期间 向日本国旗骨弓人发争议 南韩前礼宾秘书认为 尹石月在例子上出错 总统办公室就澄清 汉一领袖一同向两国国旗行礼 是符合日方的礼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星期四在官邸欢迎到访的 南韩总统尹石月 在两国领袖检阅仪仗队期间 最初尹石月暂停脚步 将手放在空前向南韩国旗敬礼 之后岸田向南韩国旗骨弓 尹石月就向日本国旗点头行礼 这一幕在南韩政界和传媒备受争议 有当地电视台主持说 当时看到尹石月好像向日本国旗致敬 南韩前文在寅政府的礼宾秘书就说 尹石月在礼节上犯错 又说他向南韩国旗敬礼之后 应该去日本国旗前不动 而他再次低头是令人提笑皆非 南韩总统办公室澄清事件 说根据日本礼宜规范 两国领导人都要向对方的国旗行礼 强调尹石月行注目礼是符合日方礼仪 尹石月和岸田在双边会谈中 同意恢复两国领袖互访 对于南韩就日本企业在二战强证劳工 提出的第三方赔偿方案 日方表示肯定 在日本首相官底外 星期四晚有日韩民众示威 有人要求日本政府就强证劳工道歉和赔偿 亦都反对美日韩加强军事合作 《无线迪斯》记者陈维三部导 意大利向三军曼神殿的旅客 征收最多五欧元的入场费 经历三年的新冠疫情 多国正积极推动旅游业 甚至计划在著名景点收费 去赞取收入和维修补贴 大约有二千年历史的曼神殿 是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地标之一 意大利文化部和主教区人员 在星期四达成协议 将会向参观曼神殿的旅客 每人征收五欧元入场费 25岁以下旅客就征收两欧元 相关收费有七成会拨归文化部 用作补贴清洁和维修曼神殿的成本 罗马教区就占渔客的三成 当局未有公布生效日期 至于当地居民、未成年人士 还有教堂仪式的出席者 好获豁免 外界对征收入场费有不同的看法 有民众认为曼神殿历史悠久 确实需要更多资金去维持运作 向旅客收取费用熟合理 但有道友就说 曼神殿和其他历史古迹 应该全面开放给民众参观 更说收费是可耻 曼神殿是古罗马宗教建筑 早在公园前一世纪建成 本来用作奉祀诸神 不过遇到两次焚围 到了公园126年完成修建 而东罗马帝国皇帝在609年 将曼神殿献给教宗改造教堂 是目前罗马保存最完整的 古代建筑物之一 无线电视记者杨子文报导